我尝试用小学生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做这一题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总共有64个踏板 然后每一辆小车有两个踏板 然后每一辆三轮车有两个踏板 所以就是说我的总共有多少辆车呢 它就共有那一个64除2有32里 OK它总共有32辆的那一个脚车和那个basical 加起来有32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辆有两个踏板 所以你看我32乘2就64哦 所以我就有64个踏板哦 所以我64除2我就有32辆哦 OK好 现在我知道它有32辆之后呢 轮胎我总共有74个轮胎 OK 所以共有74个轮胎 然后这74个轮胎的时候呢 我想象我把每一辆拆掉一个车车 一个轮胎 这样我就会减掉32个轮胎 OK 我剩下42个轮胎 然后我再全部拆掉一个轮胎 这样我再减32个轮胎 我剩下10个轮胎 这个时候我的脚车已经没有轮胎了 我三轮车剩一个轮胎 这样我有10个轮胎 就是代表我有10辆的那个三轮车 OK 然后我的32减10就等于22辆的那个脚踏车 嗯 嗨 谢谢大家